當初恆大出了財務危機的時候 你就說這個要密切關注 因為它可能會出現骨牌效應 沒有想到 這個骨牌效應真的出來了 花樣年富麗 龍光 蓄灰 然後呢 連華爾街日報講 現在它有一個房地產的債券 垃圾債券 現在整個已經飆破25%了 沒錯 是跟華爾街日報他說 中國垃圾債券的收益飆破25% 也就是它所在位置就是這個地方 你看它這個收益率往上升 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它是要付的利息更高 表示它不可能付出來嘛 所以它飆升的利息 就是人家認為你不會付出來 所以現在整個中國 中國的很多垃圾債 就是那種比較爛的公司 現在可能都會面臨到 它根本就付不出前來的這個情形嘛 所以現在這個會形成一個骨牌效應 就是我們知道 為什麼恆大擋不住 因為接下來有很多很多垃圾債 全部都全部都付不出來 所以接下來中國會出現一個叫做 這個房地產連續倒閉的風潮 應該會開始出現 中國七成的資產都在房地產 房地產倒了還得了 對你看恆大絕對不是第一家嘛 你看最新的花樣年 花樣年因為他之前陷入財務危機 他這個停牌了一陣子 想說我去重新再找錢 結果重新找錢之後 今天重新在香港港股掛牌 掛牌一掛牌之後 狂跌了52% 為什麼狂跌52% 人家就說因為他沒有找到錢 所以現在他的問題的可能還是沒有辦法解決啊 你說曾慶紅的子女 對 連他的花樣年都垮掉 對 花樣年還不出來 你要說那只有花樣年嗎 不是還有另外一家家造業集團 家造業集團是在深圳的一家公司 他現在也是面臨腳步出籤 所以我跟你講 現在已經講到有三四家房地產都這個樣子囉 好 那家家造業怎麼樣呢 因為家造業其實跟恆大一樣 他有一個所謂財富的這個產品 有一個理財產品 他也去吸金 他也吸金 他也吸金 就這些人現在去抗議 就說你為什麼沒有辦法給我付 結果你看 他們現在就跳上這個桌子去拍啊 所以恆大的畫面現在又重演了 抱歉 你看以為只有恆大跟家造業 沒有 中國大陸的大型的房重 房地產公司都是這樣 所以我在跟你說嘛 他們這個會變成一個骨牌效應就是 我可能投資你 結果你倒了 那我再投資另外一家也倒 所以這個那我自己本身也會倒 所以就是骨牌效應 它完全都連在一起的這樣一個情形嘛 好 那你知道嗎 事實上現在連家造業 他們在前一陣子呢 跟中國的國務院 還有這個深圳相當的人士在 在這個開會的時候 他已經說我們要跟你求救 但是目前中國 目前中國大概是不會救這些 不救房地產 不會救這些房地產的這個公司 所以這個目前這些房地產公司 都非常慘 所以你看 我們這樣 這個恆大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你看恆大現在 他開始在賣房 他開始賣房 他就說我原本有房子喔 我把它賣給這個不動產的這個供應商 就把它賣給你1.7億賣給你 折價 另外一個他還在港股裡面套現 所謂橫騰網路公司 他在那邊賣 另外一個連許家印的兩艘的這個 私人飛機都賣 另外一個連許家印在香港的豪宅 已經被抵押 前一陣子不是抵給他的這個管家 現在要你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他又套現了10.7億 已經被這個債權人給他接管了 所以不論是你是管家什麼 不管你 反正我就被你賣掉 所以許家印是真的 他所有的錢被逼著一筆一筆吐出來 對 你就給我還所有錢 所以現在許家印的下場就是花樣年 還有這個家兆業的這個狀況 那事實上我們知道 這個中國的房地產在往下跌的時候 美國就說了 美國都說可能會影響到全球的這個經濟 還有這個美國的這個本身的經濟 好那我們講到甚至你看 最近一段時間來說的話 這個房仲尤其是在南部這邊 東莞或是深圳這一帶 房仲紛紛紛就倒閉 所以現在整個中國的股牌 像從房地產本身開始往外延燒 你看這個很多這個房地產業都開始掛出說 我們現在一定要這個租出去的這個情形 好那事實上 所以中國房地產的風暴這真的來了 除了房地產的風暴來了 還有一個可能中國大風暴這個準備來 就是通膨怪獸會降臨到中國 我們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前一陣子中國商務部要說 趕快來囤積物資 我跟你講看了這個數字我就知道為什麼了 今天中國公布所謂10月的PPI PPI是什麼生產者 就是生產那一端的物價 保夷居然創了一個新高13% 那13%意思是什麼 那你知道中國的CPI 這個CPI也是物價指數 目前才1%左右 所以它這個開口非常大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那就是廠商現在是被 某些原因它被價格押注 不能夠漲價 但是廠商不可能一直這樣忍受 因為忍受下去的時候 它要嘛就是倒閉 要嘛就是破產 所以接下來一段時間 會傳導到最終市場 所以說我做一套衣服 我的成本已經增加13% 對 可是我這個衣服賣出去 我只能增加1% 對 中間的12%我要吸收 對 但是這個不可能一直存在 所以最終為什麼 中國的商務部要叫民眾去囤積呢 因為中國商務部知道 接下來物價準備要大幅的攀升 你現在就先去 它要把那個囤積的時間把它拉長 萬一最終傳導到最終市場的時候 那個物價會漲得更誇張 如果你在物價上漲的過程裡面 再去搶貨的話 那會更加誇張 所以你說它的PMI是什麼 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是控制住的 是動不了了 又動不了 但是終究動不了 因為廠商虧損了不可能 所以你看 今天從最近開始你看 現在已經看到 降流開始漲了 很多已經開始慢慢在漲了嘛 所以現在已經開始準備要漲了 現在中國大陸 然後接下來一段時間是 萬物起漲的時間準備要來臨 所以為什麼中國大陸會很緊張 為什麼要你去囤積 那現在全世界都在緊張這件事情 民眾也知道 所以民眾也去囤 他也知道說接下來 應該這個物價會開始往上升 那麼講事實上對中國壓力多大 我們對比兩個國家 這個目前的這個普丁笑呵呵 為什麼 因為在整個物價通膨的裡面來說 普丁是賣石油的 所以你看這個是俄羅斯股市是創新高 今天中國股市是往下跌 因為中國的CPI壓力非常非常的嚴重 中國到前所未有的這個 所謂通膨怪獸會降臨在中國 這個是習近平接下來非常大的一個壓力 好 正好我們現在看到 中國房地產這樣大跌 你就看到喔 原來中國的房地產 歐龍水鬥開始舞鬼搬運 然後又低價高貸 我跟你講原來台灣也走過這樣的年紀 我們看到最近很多的風暴 我想說你幹嘛不還債 你幹嘛就讓它拍賣 搞了半天 如果我貸款的金額 比我的這個價值還高 那我怎麼還呢 一個房子如何八兩成皮 現在的狀況其實很簡單 譬如說我今天是購立人士 我一個房子九百萬的估值 我今天假設李正要去帶銀行兩不起 借我多少錢 九百萬借給我四千萬給我差不多吧 大概差不多兩成 可是問題是假設你借到一億的話 你就已經是超貸了喔 那你剩下的九百萬 你要不要還 你其實不還的話 你就還給銀行你都划算耶 對不對 我被銀行還掉後 我就完全就無在一身心了嘛 所以這是八第一成皮 第二成皮還有什麼東西 銀行之後拿到你的房子要去拍賣 拍賣的話有分點交跟不點交 法拍屋的水就生在這邊喔 你如果是點交物件的話 那就是強制執行 可是不點交物件才有利潤對不對 如果你在那邊賣的不走法院會做什麼 不點交物件 你今天買到的話 你要負責把房子裡面的人趕走 清改件 那你如果你是在地方購大尾的 我房子被法拍了 然後呢 我今天原本的一億元災我已經沒了 然後我這九百萬我繼續使用 然後呢 一個二百五拍的這個物件 打開有沒有發現是我 請問那個二百五會發生什麼 我馬上離開 摸摸鼻子假裝要離開嘛 可是問題是你會搞法拍物的人 都沒有二百五 法拍物水非常非常深嘛 大家都知根知底嘛 上面一看不點交物件 一定會去打聽 這裡面到底是住的 誰住的 何方神聖吧 如果是一般的海蟑螂的話 一般很簡單 你買多少 大概就是市價10% 給這海蟑螂 海蟑螂供應價就可以 可是如果真的 你一開始就要八兩成平 那種大哥級坐在這邊 他最後怎麼樣 一拍流標 二拍流標 三拍流標 四拍流標 越流標越便宜喔 你最後 你這房子不是九百萬嗎 銀行九百萬法拍 一拍之後變八百 七百六百五百 最後一拍五百萬的時候 你知道誰飆走 我找我小弟或找我兒子飆走 那這樣子的話 換句話說 我今天整個成本 房子又回來了 所以換句話說 你知道我付多少錢 我付五百萬 帶了一億出來 我又有房子 幹嘛 帶下一次 所以這件事情的話 對於整個人來說 這叫做土地戀財術 原因很簡單嗎 因為法派戶這個水太深 裡面資訊落差太大 再加上 你原本是有一定實力的人 你如果可以帶 超過預期的金額的話 抱歉 這個東西真的可以翻好幾番的錢 更誇張的是 還有人就是專門買那個麒麟地 也就是說買一個邊邊卡角的地 你這邊如果要開發 你只能找我 麒麟地 我就可以坐駕 我等於說 本來一千萬的 你要一千五到兩千萬 我才會跟你合作 很多觀眾朋友聽到這邊 就想圍去買麒麟地 觀眾朋友千萬不要 會被開槍 你八股不夠 不要買麒麟地 麒麟地 就是以前講釘子戶 對不對 這一整塊要開發 你剛好有個麒麟地 卡卡角在這邊 你死爛的步驟 當然可以坐地起駕 可是你如果沒有八股的話 你在那邊坐地起駕 你會怎麼樣 晚上被潑漆 白天被放狗咬 然後再不行 就可能開槍嘛 可是基因地它玩法 不是那麼單純 很簡單 第一個土地要變更 你農地 如果變更變工業用地 商業用地或建築用地 分別是五番十番十五番 然後呢 你如果能夠有土地變更的權利的話 能力的話 你先買個農地的基地 那是便宜到不得了 一坪不到三萬 然後變更完 變工業用地 或是住宅用地的一個基因地方 這一塊地可能兩億 請問地主要花多少錢跟你買 這東西才是真正的美咖之所在嘛 所以為什麼說 古代人說有土師有財 原因並不是因為叫大家傻傻的 買一個房子去房貸 二十年慢慢繳利息錯了 是那些有權有勢的人 可以考土地變更的 可以考法拍的 在有土師有財的 所以董事長 你以前在台開 賺錢是真的這樣賺吧 一千萬土地的限制 我可以帶到兩千萬 我當然就不還啦 我現在還在台開 你現在還在台開 不過這個土地是這樣子的 我應該這樣講 這幾年台灣的土地的秩序 已經慢慢慢慢比較穩定了 像剛剛鄭浩講那些 江湖故事 大概已經比較少見 沒有那麼簡單 那時候以前的 以前 那以前多久 我們不知道去推敲 推敲就是 我想要更早以前 最早的時候 我們分兩個階段談 那時候有神署七行戶的時候 台開是其中之一嘛 我們以前其中機構的時候 那時候有兩個利益 神議員本身 那時候省長是宋楚瑜 神議員本身 他有兩個機會 他可以拿著一些 爛挖挖的房子去做土地 去冒貸 去冒貸 抄貸 貸完以後 就打貸帳 不還 一次搞個兩億三億 很多以前 國民黨都這樣幹的 這是一種 這是一種利益 還有第二種利益 是什麼利益呢 他把他的一個破房子 行社 他介紹行社房子 賣給銀行 銀行做分行 銀行做資產 賣價 買價 因為這個他可以 他估價就不照市場估 對 就可以譬如說這個價值一億 他可以賣個一億五 他會賣高 墊高價 因為銀行本身錢很多 對 所以那資產一攤提 十五年二十年 無所謂 看不到的 所以也審議員 兩個這個特殊利益 審議員的利益 審議員 對審議員時代 我這樣講說 這是一種 然後另外第二種 後來我們開放民營行庫 有一家 他開始就很多 開始的帽袋 亂七八糟出來了 我講一家公司就好 那家公司現在不存在了 那負責人早就跑路 聽說也有 聽說好像也有過往 那他當時叫 明明規定是資本一百億 一百億的時候 那單一股東不能超過五趴 所以你只能投資五億 你要找很多朋友來投資 這一百億之後 你的放款金額大概是三千億左右 我們這樣一百億三千億 可是那時候有一個規定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 這個時候不良放款 呆帳比率 那這一家負責人就厲害了 他把他的密書 所有他這些小姐請的員工 每一個人都去申請一家小公司 那小公司 每一個分行經理的金權 是三千萬 對 馬上就破公司 貸款三千萬 三個月就不繳利息了 就變呆帳嘛 可是三千萬你要算 他一百家的話 貸款就倒了三十億 對 那以三十億跟三千億來比的話 那是不是等於在十趴嘛 對 那我們那時候的單上都超過十趴以上 但我告訴你 銀行董事長自己去成立 這個成立小公司 然後叫經理 分行的經理貸款 就三千萬 因為他授權就三千萬 對 不要報董事會 就直接放三千萬了 然後就信用 給壓信用 那我就隨便撈了三十億進來了 然後我出五億嘛 我就撈回來三十億啦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對 就是亂搞一通啦 然後後來這家銀行也倒閉了啦 負責人也跑路了啦 所以他各種掏空的手法 不一而足的 最惡劣就是我剛剛講這個 他根本就是銀行老闆自己 自己成立人頭公司到銀行去 他經理直接貸款就倒閉 這是過去的事情 這個裡面有一個人非常有貢獻 我們必須要承認的 是大家可能不喜歡他的人 但對這個金融的改革 非常有貢獻的一個人 陳水扁 阿扁是痛下真扁 二次金改 對 二次金改 二次金改 我跟你講 在二次金改前 我曾經參加過財政部的一個小組 就是金融革新小組 做了顧問工作 快兩年工作 我參與了實務的這些 法令的研究 包括這些 惡行惡狀 我跟你講 怎樣 惡行惡狀 我告訴你多惡行惡狀好不好 在台 在中部地區 在中南部地區 他的信用合作社跟農會 要開股東大會的時候 是要派誰去 你知道吧 派誰 派憲兵 警察都不敢去 我告訴你 派憲兵去維持秩序 派憲兵 你聽過沒有 調查局都沒有用 就搞到這種情況 所以我們後來發明一個名詞 叫做糧值併購 糧值併購 倒掉算了 賣個手 賣個手 因為每一個 每一個後面都是地方的角頭 所以成立委搞了一個金服公司 那是今年 今年 今年就是一直做資產處分 可是我告訴你的 農會跟信用合作社 根本就是地方的派系 直接把那個金庫打開 錢就拿出來 選舉就直接幹了 沒你剛剛講那麼複雜 掏空就直接掏了 直接掏 我掏著洞子直接去撈的 直接把開門就是牽一牽 兩隻三隻拿去做股票 撩就撩啊 所以以前這樣惡搞 所以我告訴你 股東大會是憲兵去幫忙 你去看報紙 我記得這個案子 我問過部長 部長說這個很複雜 我們這個不能搞這個事情 所以我跟你講 所以以前的非常可怕的混亂 所以以前這麼惡質 非常惡質 現在的情況已經好多了